字幕支持 オーケン 哈喽我是Kern 三個前來我就拍一個影片叫做 我的Matebook13一星期體驗感想 華為Matebook13 2020款就是這個 14 然後那時候就很多人問我 中文只有13的 這樣14咧 14卻很難你 14 14 14 我14 14 14 3個月後的今天 我終於等到他了 華為Mapbook 14 槍線拿到了 重點意思就是說 他就快要來馬來西亞開賣了 所以接下來呢 我就會隔進華為Mapbook 14的賣點去介紹 包括了外型、屏幕、性能還有體驗 所以如果最近準備要買電腦的 記得看到最後唷 賣點1 外型 講到Laptop的外型喔 有些人喜歡五顏六色 有些人喜歡乾淨簡單 那華為Mapbook 14 絕對就是屬於乾淨簡單style的那一種Laptop來的 你不用想什麼選擇困難症 要選什麼顏色好咧 Sorry 它沒有別的顏色 它只有灰色 但是這個灰咧是那種商務Businessman的灰 常常有人講 粉色、青色、藍色 白色、黑色、灰色 才是經典 classic 最後我聽這個Laptop的確是蠻耐看的 另外還有一個很重要一點 就是輕薄 輕薄對我來說真的是很歸實重要喔 Mapbook 14最後的地方才15.9mm 那我拿個13對比給你看看啊 重要1.49kg 雖然不是超級輕的那種 但是拿上手還是屬於兩根手指拿著 腦問題啊 我自己有試試過抱著它 然後去追RT追 都其實我覺得還好耶 蛤? 為什麼要追RT喔? 因為我隨時咧啊 那既然拿在手機已經是輕了咯 這樣子放在bag就更加輕咯 喔對這個bag是華為新款的電腦包 放14寸沒問題 而且聽說是Gucci設計師設計的咯 皮革材質 防水 Compartment也很多 版型也是美 很適合女生喔 麥點2 屏幕 首先在屏佔比上面的話 Mapbook 14已經是做到很極致了 3.2比例四面超窄邊框 加上90%的屏佔比 你放眼望去 除了Screen 還是Screen 你以為你看不太到邊框了啦 那都是邊框的話 Rubcam就好你咧 跟些Mapbook 13一樣 需要鍵盤這邊 平時看面是隱藏的 要用的時候才 按出來 這樣除了讓屏佔比更大 最重要的是不要給人家 hack到你的webcam啊 另外 在同等價位裡面 Mapbook 14是唯一一台有2K屏幕的 2K屏幕的好處就是 看戲啊 Edit照片啊都會比較多細節喔 還有一個好用的功能 一定要講 就是這個 三個手指往下一滑 可以直接screenshot畫面 再加自動識別裡面的字 Copy paste就可以直接Edit了 這個很好用咯 啊還有 Mapbook 14是得到德國LINE護眼認證 據說是可以很好的去顧慮到那個藍光 那就算長時間對這也比普通的電腦更加不傷眼力 賣點3 性能 畫圍布14大家是 AMD Ryzen 7 4000H系列的處理器 我再講多一次 大家聽清楚 是AMD Ryzen 7的處理器 它比起Intel i5 i7的那種 直接是不同level去的你知道嗎 我自己所知道的就是啊 目前很少甚至是沒有主打輕薄的Laptop會用這種chipset的 通常是Gaming Laptop才會用的 但是你看看Gaming Laptop的重量 再看看Gaming Laptop的價錢 但是偏偏 後來Mapbook 14就是用了這個chipset 怎樣 它就是用了 這種感覺就好像你把Lamborghini的Engine放在Casia上面 再加上16GB RAM還有512PCIe SSD 還有AMD Radeon Graphics顯卡 剪片就沒有問題啦 像是玩CSGO還有LL這種遊戲也是沒有問題的 它整體綜合性能其實是很給價的 上日方面 Mapbook 14內置有兩個新升級的鯊魚奇風扇 出風量提升了39% 上日不錯 賣點4 體驗 這裡就有3個很好用的小功能 我必須再提一提啦 第一個就是華為Share 一碰船的功能 真的是真的是很好很好用 我講過很多次了 不用Keyboard 不用Data 不用WiFi 就可以直接在電腦和手機之間Send文件 輕輕一貼直接就連接了啦 可以Send照片影片可以回覆Message 像剛才這些我都講過了啦 最特別的是這次華為Share 再加入兩個升級性功能 第一個就是可以在電腦裡面打開手機的文檔 你Edit好了之後可以原路徑保存喔 第二個就是可以使用電腦的Camera或者是Mine 接手機的電話 Minebook 14的Charger可以給手機平板快充 share share用不用帶這樣多插頭嗎 power button加指紋解鎖 手指你放過去直接同時開機加指紋解鎖 你看進txtop幾塊 講到這樣多賣點老實講其實還是有缺點啦 所以這裡我就給大家整理一下Minebook 14的有缺點 優點1 同價位裡面唯一一款3個比例加2K平 更加適合工作 顏色跟細節上面處理也很好 優點2 因為是touch screen喔 所以讓本來就很實用的華為鞋更加實用了 優點3 這次多了一個16GB RAM的選擇 適合那種啊想開toto tab囉 想要multitask的人用 優點4 接口覆蓋齊全 基本上該有的洞它都有 那來到缺點啊 缺點1 電腦負荷太大的時候喔 低身鍵盤左右側會發熱 缺點2 它的噪音喔 比起Minebook 13會大一點點 缺點3 沒有Tunderbolt 3接口 至於售價方面呢 Minebook 14一共有兩個版本 R5版本呢就是3799 將R7版本呢就是4399 那在10月26到29就會開始預購啦 30號就是正式開賣了 預購的話呢就會送你1000塊的FreeKate 包括了一個電腦包 一個藍牙貓 還有一個FreeBuds 3 如果你們要預購的話 我就把link放在caption那邊吧 OK 不要走錢 那其實除了華為Matebook 14之外喔 華為也有別的不同價位的Laptop 給你選擇的 比如高端系列Matebook X Pro 7999塊 雖然價錢是比較高啦 但是性能也是比較好的喔 辦公起來會更有效率 適合有budget的商務人士 比如我上次介紹的 Matebook 13中端系列 價錢比X Pro便宜3499 性能夠用適合職場OL跟OB 又或者是Matebook D14-15 入門系列2499 這個價錢絕對適合學生 或者是剛剛出售會的職場 新疆人用 將多款都會好好適合你吧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講到這個影片的話呢 記得給個like囉分享出去 我是小安 下次再見 拜拜